宏都拉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5号下午发布声明 正式宣布与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声明指出 宏都拉斯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宏都拉斯自即日起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并停止与台湾的一切接触和官方关系